開飯吃飯 媽媽, 師傅 我們已經聞到很濃濃的咖喱味 今天是做咖喱嗎? 沒錯, 今天會和大家做一道日式滑蛋咖喱 看此簡單, 其實非常… 也有點巧妙 沒錯 第一步是什麼? 首先我們先煮咖喱醬 我們這裡有一隻洋蔥 這道同飯煮了咖喱 最花時間就是炒洋蔥 炒洋蔥 對, 現在我們先處理它 將這個醬汁放在這裡 全部放進去 大約兩湯匙左右 隨便它就一直放進去 這個票給你幫忙煮 對, 我們有空就… 夠不夠了 不用太多的 因為我們要給點時間 讓它一直煮到, 朝頭來為止 好, 接下來就可以處理肉 今天我不太大夠了 我切成大概這樣的大小 好嗎?我無論如何 我會切得比較厚一點, 你看見 厚粒 對 不要太薄, 薄得太薄 好嗎?我們就這樣了 好, 然後這個 我們可以把它拿去出水 好嗎?好, 出水 麻煩, 寶貝, 幫我現在才開火 好嗎? 是, 倒水嗎? 不要煮定熱水放進去 為什麼? 因為水冷水… 很快熟, 人家怕它 對, 出水會… 把東西弄出來, 髒東西出來 冷水會好很多 好, 然後可以看看其他材料 當然我們有蒜頭 是 好嗎?還有薑蓉 好嗎?當然不少就是咖喱粉 咖喱粉 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牌子 好, 洋蔥開始軟身了 是 有時間的話不妨再炒久一點 讓顏色更漂亮 是 好嗎? 接著可以加上蒜蓉 好嗎?可以把它放進蒜蓉 多一點 這個最方便 我懶得就懶得通常 對, 壞點板, 好聽一點 對, 好, 我們加上蒜蓉 好嗎?也爆一下 好香 對, 馬上香 還要放一點薑蓉 咖喱一定要有, 好嗎? 首先要炒一炒這個… 咖喱粉 咖喱粉 好, 先加上蒜蓉 好, 先加上蒜蓉 這個一定要趁未加任何濕的材料 之前就一定要先加咖喱粉 如果加了濕的材料, 它就香了 好嗎? 要我先加一湯匙 好嗎? 待會我還有一個咖喱瓶 所以不用怕它會不夠咖喱味 好, 好 好, 接著可以加上番茄 加上番茄 加上番茄 對, 煮咖喱不困難 唯獨是真的要花點時間和心機 因為番茄本身的水分挺重 我們要等它慢慢煮 將它的水分揮發 變成它最好變成一坨醬 對, 用這樣出來 假如你真的買番茄回來比較生 就唯有補救, 茄膏 茄膏 加茄膏 我喜歡茄膏 茄膏是方便的 對 茄膏可以幫到你, 好嗎? 茄膏 特別是 尤其你覺得番茄味不夠 一定是放它 但話說回來, 真香到我這邊都聞到 又餓了 對… 第一看到Margaret師傅就很餓了 很餓, 這樣說是好事還是沒事 我真的怎麼處理好 沒事 好, 可以把它加進咖喱裡 應該也要炒嗎? 對, 攪拌一下 變成牛腱吸收咖喱的味道 可以加水了 好, 加水 好, 再加水, 一路加進去 對, 再加… 對, 也無論任何調味 對, 暫時任何調味都沒有 好, 就這樣 好, 這裡先炆了牛腱 好 預算一炆都比較花絲 炆多久? 可能一小時 好, 甚至要一個多小時 是用中火還是慢火? 大火煮起後, 用慢火就可以了 蓋一下蓋下去 好 讓它在這裡炆 首先我們有些牛油, 比較香 豬牛油, 普通油也可以 我先用慢火, 煮一煮熟 接著我們有些麵粉 普通麵粉, 30克 好 先替我一替一替一替 對, 沒錯 因為我想把麵粉和咖喱粉 混合起來 對, 先拌勻 這裡我大概有10克左右的咖喱粉 好 但其實看你自己喜歡的 你說我喜歡的咖喱味 再濃一點, 再加多點咖喱粉 一邊融化後 然後就可以把麵粉和咖喱粉 一次倒進去 對, 全部倒進去 記得現在慢火 我們迅速把它拌勻 在這裡再輕輕煮多一、兩分鐘 慢火 讓麵粉熟了, 這樣就可以了 這就是你的咖喱磚 就是這麼簡單的, 已經完成了 好 咖喱磚也完成了, 接著如何呢 接著就可以加薯仔 入味了… 你看, 就是那些 我建議薯仔真的差不多 最後吃才加進去 是 我們可以放在薯仔裡 再煮10多分鐘, 好嗎 接著再倒薯仔, 看看都軟了 就可以加上這個… 剛才的咖喱磚磚 咖喱磚 對, 好 看看你喜歡稍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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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多汁一點, 喜歡 所以今天的咖喱, 我先多水一點 萬一你覺得我喜歡再稍微稍微稍微 你就再煮久一點 好, 這裡呢, 將它加進去 好, 最後還有一點要加進去 我經常看到這裡有荔枝肉 荔枝肉, 很奇怪 為什麼有荔枝肉? 對, 因為… 表妙就是這裡 剛才你們也說過 日式咖喱偏甜的 其實平時很多時候他們就會… 我聽說用蘋果 是, 沒錯, 蘋果 但今天我又覺得… 換一換口味, 別只用蘋果 好, 因為現在夏天有荔枝當中 是 不如放些荔枝進去吧 夏日風味又強一點 好, 這裡可以煮一下 加上荔枝之後 大概5分鐘、10分鐘就差不多了 然後可以調味 我有一個秘密武器 這個是… 知道是什麼嗎? 炸豬扒的醬 沒錯, 炸豬扒的醬 其實是喼汁底 可能要放進去嗎? 對, 放進去就提鮮 這道味道好多 所以今天… 是怎樣只剩下荔枝? 怎樣只剩下荔枝? 我喜歡吃它 但是… 賣回來就行了 但是你不用這個 其他人會用什麼? 醬汁, 醬汁、茄汁都可以 一定要有酸酸的那種 真的會加醬汁? 對…也會加醬汁 因為真的會帶鮮味出來 好, 咖喱就做好了 對, 飯也煮好了, 好嗎? 好… 最後, 今天不好意思 蛋包飯真的還沒做到 不過我也會炒滑蛋放在表面 好, 很有蛋 這裡可以先有兩隻雞蛋 咖喱和蛋是很好的配合 對, 蛋包飯真的很吸引 我現在先把兩隻蛋 輕輕發勻, 好嗎? 接著我們這裡待會要練習 其實待會我們下蛋的時候要快手 最好就熱鑊, 暖油 意思是燒熱一點的鑊 但是多熱才加油 一加油, 馬上下雞蛋 好, 這個是麥果 你的蛋會比較滑一點 很重要的 我一定要先把咖喱放進去 好 如果我不怕, 放在上碟 雞蛋… 放不完蛋 才放在蛋裡 有什麼東西要幫你? 讓我拿一個殼來, 先把旁邊塗在旁邊 好 其實這樣已經很吸引了 對 差不多熱了, 對嗎? 我要提醒大家 就算用耳結鑊 也要輕熱的鑊才能放進去 好… 因為如果鑊不夠熱 耳結鑊也會黏著 我試過很多次 感覺到開始熱, 鑊給油 油真的不要太少, 好嗎? 你是否正在教零失敗的做法? 不是零失敗, 隨時可能… 現在我已經失敗了 要快 一次各快 把雞蛋倒進去 然後馬上… 攪拌… 對, 攪拌一攪拌 不用攪拌得很重要 我們最主要是做那些波羅文出來 可以了, 關火了 好 輕輕的, 底部自己… 這樣就可以了嗎? 放它 我們呢? 這是蛋包飯的初階? 初階 對, 你捲幾下就變成蛋包飯 我們這是流行都市版的 對 對, 滑蛋… 滑蛋絲 好嗎? 這個不得之了 不得之了 讓我回去再練一萬次吧 很好的 蛋包飯 你喜歡給紫菜就行了 像… 像… 很像 好, 這是今天跟大家示範的 日式滑蛋咖喱飯 就在這裡 六、七、五、七、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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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七、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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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滿快了 我幾乎 也是 我們剛才 concret地 才分 我們 在水 佛 我們 在水 剛才 發